十九大之後 習近平掌握了 黨政軍經濟的大權 就沒有想到 這個刀還沒有停下來 接下來我們看到 很多民間的企業 都已經受到了影響 我們最近談到了 連馬雲都弄一個攻守道說 我對公權力完全臣服 而最近大家注意到 是造微服務 我們看到了 中國的媒體 導播我們看 中國的媒體 竟然用空手套白狼 來形容他 他到底做什麼事情 空手套白狼 習近平掌握了 黨政軍警媒 通常掌握之後 現在他只要做一件事情 金融 好 11月8號 習近平成立了一個 大監管的會 叫做金融穩定委員會 金融會他管什麼 證券 銀行 保險 全部都歸他管 好 他11月8號成立之後 第一個案子 就11月8號當天 發佈的案子 就是趙薇 他們這麼怎麼了 對 第二個案子說 你罰款30萬人民幣 第二個 五年之內不能進出股市 五年不能進出股市 大家就好奇 趙薇發生什麼事情了 真正一研究 現在發覺一件事情 什麼事 原來趙薇只是白手套 現在要把他背後的真正的大老虎拉出來 大老虎 大老虎 而且被譽為中國大陸有史以來最大最空前的大老虎要拉出來 好 為什麼從趙薇會拉到大老虎 為什麼 兩個線索 先講一個比較小的線索 好 趙薇做了什麼事情 趙薇他買了萬家文化 就買一個公司包 對 萬家文化市值多少錢 他花100億人民幣 什麼公司可以值100億 對 那趙薇花了30億人民幣把他買下來 但趙薇從口袋裡面拿多少錢出來 多少錢 6千萬人民幣 6千萬 6千萬人民幣 買下100億 買下100億的市值 而且他出價是30億 他的錢從哪裡來的 一查不得了了 他有15億向銀行借的 你買個30億 15億向銀行借 沒關係 另外15億 蕭建華支援他的 他們是蕭建華 他們是蕭建華 好 那現在就知道了 原來這個依反 就在那個四季酒店被抓起來的蕭建華 對 他注意 他是江澤民 曾慶紅的大掌櫃 是他管所有的金錢 他手上流通的真正的資金 超過8千億人民幣 整個這個上海幫的資金 都在他手裡面管 所以趙薇跟他有關係 對 趙薇跟他有關係 好 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現在傳出來就是說 趙薇要買100億的萬家文化 他是第一支白手套 蕭建華是第二支白手套 現在真正要追的是 誰 幕後真正的那個 常敬人 是誰 現在常敬人 很簡單嘛 江澤民 不是 就是江澤民家族 江家族 不會動到江澤民 但是呼之欲出的江棉衡 江澤民的大兒子 還有他的孫子 都可能在裡面去 所以趙薇的案子 是整頓金融的第一槍 但這一槍絕對不是打到趙薇 可能是打到最大的一隻老虎 還沒完 喬山政府 第二天更重要的事情來了 就是跟他的先生黃有龍有關係 黃有龍 奇怪 大家一直懷疑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黃有龍又不帥 胖胖肥肥的 趙薇怎麼會嫁他 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在大陸沒有秘密的 黃有龍的出身 是超級大秘密 他是秘密 他出身是不知道 對 沒有人知道他是什麼出身的 黃有龍跟那個季小波一樣 都是非常神秘的人物 怎麼出身的 念什麼書 怎麼賺低桶金的 都是謎團 既然會在大陸這種沒有秘密的地方 有一個人趙薇嫁他 但是黃有龍是什麼出身 幹什麼背景 幹什麼 為什麼這麼有錢 他在香港註冊了27家公司 趙薇註冊4家公司 他們兩個在香港擁有31家公司 而且在開漫群島什麼都有公司 但是居然不知道他什麼出身的 現在有一種講法了 黃有龍根本就是 深圳市長許忠恆的司機 司機 從司機出身 對 司機可以做到大老闆 司機可以取上座薇 對 好 許忠恆的司機 那現在有種說法了 他是兼差司機 他真的是幫許忠恆洗錢的 為什麼說洗錢 你知道 許忠恆落馬了 說他貪污超過20億人民幣 20億喔 但是 20億 100億 20億人民幣就是死刑 但最後一搜查他的資產 只搜查出來3318萬 那其他錢呢 20億 變成338萬 但是幸好他3318萬收出來之後 從死刑變成死刑 但他另外21到哪去了 人家現在就有一種說法 市長說法說黃有龍幫他洗到香港去了 黃有龍在香港27家公司 就是靠取忠恆幫他洗出來的 真假的 那現在又有一種講法了 憑一個深圳的市長 他怎麼可能弄到20億人民幣 一百億台幣 對 大家就說了 深圳市長不是深圳第一號人物 深圳第一號人物是什麼 如果常看本節目就知道 主委啊 市委書記是第一號人的 好 提拔許忠恆的市委書記叫黃立馬 我看你這個一兩嗎 一定不知道黃立馬是誰 不知 黃立馬是誰不知 江澤民四大情婦之一 真假的 真的 太有名了在大陸上 真的假的 真的 我告訴你 網路上人流傳方法 當年江澤民在電子工程部當部長的時候 這個黃立馬就在電子工程部 江澤民就很喜歡他 每天到中午休的時候 黃立馬就插著胭脂 就跑進部長辦公室 江澤民六四頭當家的 就把他調到深圳當副秘書長 但是沒有人看得起他 你靠裙帶關係來了 他就每天打電話給江澤民哭訴 江澤民1993年跑到深圳去 你知道他做什麼事情 做什麼事 視察 一坐下去 就問市委書記 黃立馬副秘書長怎麼沒有在場 你沒有把他當一回事 市委書記傻到了 馬上派鑽車去把黃立馬副秘書長 動到現場 一坐下去以後 那個江澤民就給那個市委書記說 黃副秘書長的水餃做得很好 今天晚上我到他家吃水餃 你一起來吧 到他家用餐 到他家用餐 後來黃立馬當深圳市委書記之後 他的辦公室跟家裡面放紅色電話 我告訴你 什麼叫紅色電話 一拿起來直通中南海 真的 中國大陸有這種電話拿起來直通中南海 這叫紅色電話 一般只有最高層最重要的人物 當然啊 才有紅色電話 那多重要的電話 所以黃立馬有紅色電話 所以今天黃立馬當深圳市委書記 他深圳第一號人物 他提拔許忠恆當深圳市長 當第二號人物 現在許忠恆了二十億 而且不知去向 所以黃立馬又是江澤民的通天的 通天的四大情婦之一 所以這裡面 扑樹迷離 那現在又說 趙薇的先生黃有龍 是他的司機 兼幫他洗錢的 這裡的關係一扯一扯一扯 越扯越複雜 現在你懂了吧 懂 為什麼金融穩定委員會 第一刀 第一刀要砍向趙薇 不是砍趙薇的 很可能是砍黃有龍的 而且我們看到 中國大媒體用得很不客氣 中國大媒體是說 你不可以空手套白狼 他說你不是資本大佬 你可以為所欲為的天堂 這是有官方色彩的 中國青年報寫的 注意 這太厲害了 空手套白狼什麼意思 意思說 你只是目前的白手套 那麼後面還是有人的 萬家文化 100億的市值 不是你趙薇黃有龍 吃得下去的 後面肯得是真正的大老虎 是會再打下去嗎 所以這當然要打下去 這就是敲山正虎的一個手段 所以我告訴你 金文會 他是由中共的一行三會 共同成立的 這個會在1月17號又發一個重要資產管理辦法 從此就是說 所有中國大陸資產都要我監控 我監管 我既然在17號 所以從此之後 所有的海外投資 全部要在我的監控之下 因此 這麼嚴格 第一受影響的就是王建林 你知道為什麼王建林第一受影響 因為王建林在海外投資 將近2500億人民幣 那習近平現在最擔心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就是因為他貪腐之後 這些大官們把貪腐的錢一直往海外送 然後這些大富豪一直把錢端到海外去 現在中共外匯一直流失 他現在要讓這些錢全部不能留下來 斷掉 斷掉 所以他對王建林去年中國首付做了一件事情 只要一件事情就夠了 停止貸款給你 王建林所有東西全部是貸款的 你停止我貸款 我就只好拼命賣 王建林現在有多慘 第一個 他現在海外賣五處地產開價50億美金 這50億美金全部包裹賣 包裹賣 包括 米國立山莊的 米國立山莊的 芝加哥的 這個英國倫敦的摩天大樓是他最驕傲的 還包括這個雪泥的 還有黃金海岸的 五個地方資產50億美金 包裹賣還沒完 我跟你講最慘在這個 最慘在什麼 因為我告訴你 不貸款給他 就把他萬達集團的銀根給斷掉了 結果王建林知道大事不妙了 然後呢 他帶著妻子兒子親人坐私人飛機 從天津要飛往國外 被攔住 飛機被攔住 真的假的 對 真的 不能走 不能走 你全部給我留下來 而且我問你最覺得什麼 你先留下來 然後在天津機場待了幾個鐘頭之後 對不起 回家 他挑天津走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對 你不是北京不是上海 對 所以他現在等於是被限制出境了 而且我告訴你 王建林現在通通東西 等於是跳樓大拍賣 等於是現在全大陸的買家 都在欺負王建林 因為你現在沒有貸款之後 你急需錢 趁你需要你 現在他雖然都賣了650億人民幣 套現了 全部都去還貸款 因為他現在帶的款 沒有銀行借他還貸款 所以他被剝一層皮 剝兩層皮 被三層皮 是不是只有他 我告訴你 未來本節目一定會再講 不斷有大陸的富豪 被剝皮 但是大家最關心還是 會不會有超級大老虎 被剝皮了 好 次首 是 十九大的時候 我們已經見識到了習近平 去掌控一切的那樣的一個魄力 對 可是沒有想到 次大結束以後 開始針對阿里巴巴 針對騰訊 現在也針對趙薇 針對王建林 對 甚至你今天在中國大陸 所有的私人公司 私有公司 都要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之下 沒錯 最近很多人問到一個問題說 為什麼現在有很多公司 現在都要成立什麼公司裡面 有一個黨部 而且他們裡面 中國企業家 私人企業裡面有一個黨委會 你說真的 說假的 對 說真的 你說那表示我們東升新聞 我們東升新聞也要弄了一個 中國共產黨所謂的組織 對 沒錯 要一個黨委在這裡面 而且這個黨委 黨委有負責任的 他們一般的黨委在裡面做什麼 當然你負責媒體的公關業 也就是說對外溝通的管道 就是由黨委來負責 譬如說發言人 可能沒有發言人 就是黨委對外發言 那另外一個 黨委還可以跟什麼 他可以跟我們的地方的 黨委這個對口 或是說我有什麼公司的發展 說我跟地方這個對口的時候 就是用公司內部這個黨委來負責 所以中國共產黨 不是只有在黨政軍 不是只有在這個公家機關 連私人機構 我們打不打不打 現在連私人機構 都要設他的黨章程 公司章程要有 中國共產黨章程 對 沒錯 因為中國在修訂這個 所謂公司法的時候 他現在把這個 中國共產黨的東西 放到公司法裡面 他要規定 公司法 對 我們看 這是他們是 這個是最新的公告的 建議修訂公司章程 這是中國的一家公司 你看修訂原文跟修訂後 你看多了一個什麼 他把這個中國共產黨黨章 放入到公司的第一條 也就是說公司法 算到我們中國的 各項公司的規定之外 他還放了一個中國共產黨的 黨章在公司法 他的第一條的條文 這以後台商在中國大陸 也要搞一個這個東西嗎 可能未來或許會受到這個壓力 我們再看 他的修訂還有一個 本來是沒有這條條文的 有了一條新的條文 公司黨委依據 中國共產黨章程等黨內法規 言行執行執行 也就是說過去都沒有這些東西 現在是真的在公司法 他們在公司修訂章程裡面 都把這個放進去 而且這是今年最新的 也就是說未來很多公司 他過去沒有設立過黨部 或是黨組織的 他在未來都要設立這樣 那未來也就是說 中國的所有的私人企業 可能未來都是牢牢的掌握 在共產黨的手裡面 因為你裡面都要設立 黨的分部 黨的支部 你裡面要有黨的幹部在這裡面 甚至你要遵循 中國共產黨的黨章 也就是我們等一下 中國共產黨 有時候中國政府 如果看上你這家公司 我就買你一%股份 而且這一%股份是特別股 這個特別股是 但是我有否決權 我可以影響到這個公司的發展 還不只如此 除了我看上的大公司 我可以買你一%的股份之外 一般的民間企業 我都會把手伸進去 所以就知道說 事實上未來的中國共產黨 是整個牢牢的掌控 中國的所有的企業 從你的所有的資訊 幫我要入股的 或是你的金流 你的所有東西 甚至連你的公司的章程 都是寫的我中國共產黨的章程 所以你就知道說 他是多麼牢牢的 他意圖要掌控 中國的所有的經濟的問題 好的 剛剛齊平提到說 中國現在監禮開始了以後 第一個點名的 為什麼是趙薇 老杰 事實上趙薇在過去一段時間 被中國大陸 他們打造成一個女版的巴菲特 但是現在巴菲特現行了 原來大家知道說 他不是真的巴菲特 因為他後面有太多太多人 而且他就是那些人的 所謂的表面上的一個代理人 為什麼這樣講 事實上這一次 剛才馬老師講到 他買這個萬家文化 萬家文化他條件是這樣 他說他們的這個濃威傳訊 是投出30億元 要去買一個100億的公司 30億的時候 當時中國的監管黨員 就覺得很習慣 你趙薇拿得出30億人民幣嗎 結果他們仔細去查 後來查原來怎樣 趙薇他實際上只有出6千萬 其他的30億左右 是跟人家借的 人家借的是誰 後來查出來 他背後資金是誰的資金 孝建華 孝建華的資金 所以為什麼會被點名 因為他後面的資金是孝建華 孝建華是股災的 最大的發起者之一 前一生是被抓起來了 對 所以為什麼我要查你趙薇 我要查說到底你是不是 他們台面上的人物 還有他還扯到另外一個人 那個人就叫做馬雲 對 保證 事實上趙薇在這幾年的話 他賺了最大一筆錢 他就是投資了阿里影業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阿里影業的時候 當時他投資的時候 大概只有一塊多港幣 他那時候用31塊人民幣 31塊港幣買了 就你看 在他入股之後 股價短時間往上衝 最高曾經衝到快要4塊 快要5塊港幣 為什麼他要這樣講 他買了之後 他是先跟馬雲 他們兩個買了這個阿里影業之後 對外放消息 就說我這個馬雲我要拍電影 我要拍電影 我的合作夥伴就是趙薇 所以股價就一路狂奔 一路狂奔之後你知道 保證人家 趙薇做了什麼事 他馬上把他的阿里影業股票賣掉 馬上賣掉 賣掉之後 你知道他套現 他光是在阿里影業 他就套現了13億 他近賺大概賺了十幾億港幣 十幾億港幣 而且在一兩個月的時間 保證人家他就說 人家那時候香港媒體幫他估算 他一天等於是可以賺1000多萬港幣 人家就說他根本不用去拍戲 他只要每天做 比他一年拍戲的片子都還要更多 現在人家開始懷疑說 你趙薇就是那些背後的資金 背後的資金一個是孝建華 另外一個會不會就是馬雲 因為馬雲如果跟他們扯在一起的時候 馬雲是孝建華有關係的 你可能就會被打到另外一邊 所以為什麼馬雲現在很緊張 像選邊站的就是 馬雲很緊張就是說 因為為什麼他現在面臨到被調查 從趙薇出事開始 中國都一直在調查馬雲的資金 到底他是跟這件事情 有沒有扯上關係 而且中國大陸一直在調查 是把所有的江派的資金 所有的東西要把它清乾淨 而且這幾年馬雲一直被中國大陸調查 保證人家 2015年的股災之後 他的旗下有一家叫恆生電子 被調查 為什麼 因為他恆生電子是 中國大陸最大的 期貨下單的券商 他還說你是不是在裡面動 他還有期貨 你是不是在裡面動手腳 所以當時他已經被中國大陸調查 他那時候還對我喊言說 跟我們無關 跟我無關 但是中國大陸後來查到什麼 最近中國大陸不是要監管 什麼支付寶嗎 後來被查到說 他支付寶最大後面的股東 居然是可能涉及到 江澤民他們的人馬 趙薇的先生真的這麼神祕嗎 是 沒錯 我們一直在查說 趙薇的先生黃友榮 到底是從何處而來 其實我們去查了 包括說維基百科 或甚至說 因為他曾經說 他的致富是在新加坡 所以我們也去新加坡調查 很多人都去用了很多方法去調查 但是到目前為止 始終都沒有辦法調查出 他到底是從何致富 這麼神秘 你他第一桶機什麼不知道 都不知道 他唸什麼 什麼學校不知道 他唯一的經歷 就是人家知道的經歷 就是他曾經當任過 剛才馬老師的 前深圳市市長的司機 從此之後就再也沒有 但是因為他擔任 當一個司機可以取趙薇 當一個司機可以百億富豪 然後他擔任司機之後 後來沒多久 幾年之內 他就變成是 從新加坡賺錢的富豪 所以沒有人知道說 他到底在這幾年 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就有人揣測就是說 他會不會也是一個 所謂的在海外幫人家洗錢的 就是他用在新加坡 或是用在香港的帳戶 在幫海外洗錢 才會累積他這麼多的身價 不然的話你看 為什麼這個中國的官方單位 第一個開刀就是趙薇 所以顯然他們認為說 這裡面其實有趣的故事 非常非常多 未來需要大數據 而中國要取得這個大數據 太容易了 而且中國AI最重要一點是保健 而且AI他不需要蹲馬步 不需要按部就班 他可以直接的 就把你給超越過去 直接超越 為什麼 是的 你知道我們過去的時候 不是有阿發購嗎 Google就是阿發購 打遍天下無敵手 所有的國手都被他打敗了 可是最近他被人家 100比0徹底失敗 阿發購輸了 對 那就叫做阿發購 Leo 就是阿發購歸零版 為什麼呢 就是Google就是說 因為過去那個阿發購 在做的時候 還是輸入了200萬套的棋譜 他從這些棋譜 他學會之後開始去下棋 去學習經驗 自己先自己打 自己先自己打 所以他後來 把所有的棋王都打垮了 可是他還是有框架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那些棋譜 還是限制你的思考 限制你的創意 限制你的一個靈活 所以他們講說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真正的人工智慧 所以他們做了一個阿發購六 而且一個棋譜都不給他 不給你任何棋譜 完全沒有棋譜 只告訴他 圍棋的規矩是什麼 然後你就開始去作戰 自己跟自己下 自己跟自己下 自己跟自己打 自己去想 所以完全沒有框架 沒想到說他做出來了 然後做好之後 跟他的前輩阿發購一打 一百比零 所以告訴你說人工智慧 他厲害的就是說 我不需要有按部就班 我不需要有前面的一些基礎 我直接從零開始 我可以直接的超越過你 這麼可怕 阿發購是被阿發購 zero打敗的 而且是一百比零 徹底的完敗 是徹底的被打垮了 那就因為整個人工智慧 可以這樣直接的跳躍 所以中國現在他就砸了 一千五百億的美元 要把整個中國 把人工智慧給拉上去 所以最近科技部直接點名 他們人工智慧 國家級的旗艦計畫開始推動 點名私家企業 你就要為國家服務 就是馬雲的阿里巴巴 為國家服務 馬雲的阿里巴巴 百度 然後科大飛訊 然後加上騰訊 你們就是要為國家服務 然後為什麼選馬雲 因為馬雲他不只是 有那麼多人工智慧 而且最重要是說 他怎麼有一個方法 能夠即時的 所以就是即時的控制 這麼多的大數據 而馬雲最近在杭州 也開始去實現這個計畫了 馬雲在杭州 到處都有監視器對不對 監視器裡面 在杭州裡面 車站有監視器 公車上有監視器 然後每個路口監視器 但是問題是說 他這些監視器的鏡頭 傳回去之後 他們要用八萬個公交 才能夠去看這些鏡頭 然後做這個判斷 交通路口怎麼樣 怎麼去做判斷 所以馬雲今年就做了一個實驗 他把這些大數據 全部到了一個天上的 一個雲裡面去 在這個雲裡面去 利用人工智慧 把這150萬個監視器 所有的資料 利用太的來直接控制 控制之後我就開始說 哪邊的人下車比較多 哪邊的車子 哪個路口左轉的比較多 紅綠燈怎麼樣 開始直接接管紅綠燈 結果這一實驗之後 而且整個救護車 縮短了一半的路程 他們是因為AI就告訴你說 你該走哪條路 然後整個交通 在那個最繁滿的時候 往那個蕭州那個機場那邊去 保潔他路 省了百分之十一的時間 可是他為什麼要他做 因為你這些監視器 所有數據過來 你不能用公安 幾萬人在那邊慢慢看 慢慢研究 輪流馬雲就用這些大數據 你去練習 同時的資訊過來之後 你直接用你的AI 去判斷說哪邊有狀況 哪邊有問題 因為你看中國現在不是在 光北京就兩千萬個監視器 那這些動作 他們現在還是用公安 在那邊一直看著一直看著 做一個判斷 研判 以後我不需要公安了 我利用太操控 就直接的給你說 你用天上的那個AI智慧 直接給我判斷 還不但如此 語音辨識 也是中國非常強的一個部分 中國最近 他的科大訓飛 而且他成了一個醫生 叫做小益 而這個小益是全中國第一個 拿到了醫師執照 直接考試通過的一個醫生 機器人變醫生 機器人變醫生 他就是任他醫生 他是怎麼樣 那醫生他不是 他的考量的分數是說 他要有一些跟病人要詢問 他的語音可以理解 因為每個人講自己的病情 是不清楚的 是語音不清楚 他聽了以後 他可以直接的理解 直接的理解之後 語音辨識能力 他可以精準的判斷 所以他去考那個醫師執照 他們標準的門檻是360 他一考考了456分 真的是透過這些AI 透過這些語音辨識 他直接拿到了醫師執照 好 那社長 接下來我們看到一個 阿曼的這個未來計畫 居然在沙漠裡面建綠洲 我們看到這個圖 非常非常的漂亮 對 保健 你知道阿拉伯國家之一阿曼 他最近啟動一個工程 叫花果山計畫 花果山 這個花果山計畫 全世界都在注目的一個原因 為什麼 這就是花果山 對 這個是現在他的設計圖而已 他工程是在啟動 這個花果山造出來 有多大 為什麼全世界說 這是一個見證奇蹟的一個工程 為什麼 因為他在這個 整個你可以看 這個一個黃土荒原 沙漠之中 要蓋一個綠洲 這個綠洲要多大你知道嗎 沙漠變綠洲 對 要變成一座花果山 有多大 17座大岸森林公園的大小 17座 而且他有分 南部這邊是梯田 北部是梯田 南部這邊森林 還有梯田跟森林 對 梯田森林 中間的就是花草 那這邊是整個荒原峽谷 整個沙漠地帶 也沒有水 沒有他就是要這樣 把它造成一座花果山出來 那你可以看 他顯定在哪裡 他顯定的植物 全部都是阿曼本身 本土種的那個植物 本土沒有外來進口的 本土種 他包括你可以看 以後你可以想像 在一片荒漠之中 沙漠之中 有這些數位出來 包括石榴 包括杏子 包括他們的所謂 乳香 莫藥的乳香 這乳香是他們的國寶 還有大馬士革的玫瑰 還有河變鮑樹 種種 這五種是比較特別的 所以釣出來給大家 那你可以想像 這種植物一開 在沙漠之中 你看多漂亮 17座大安森林公園大小 那這個地方問題有一個 最大的問題是 阿曼本國家水很少 沙漠 沙漠沒水 對 阿曼一連的平均 一樣130毫米 台灣隨便一個颱風下 下半天就比他多 他一連 所以他沒有水 但是阿曼他有一個世界的一個 從兩千五百年前的一個歷史留下來 他就有一個比阿拉伯 其他所有的國家都還厲害的一個 一個水域工程 這個叫他們的水渠 水道 他們的水道留了兩千五百年前 全世界也幾乎沒有這種水道 那這種水道分三種 一種是從山上 山上他們會把那個水 下的雨水很少 下的雨水 他們會集中 集中起來 又蓋那種所謂這種渠道 讓他流入地下十幾公尺深 流到地底下 對 走地下河 變成地下河 那種地下河 你太陽就不會蒸發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你可以看這種密密麻麻 這個山壁上有沒有 他在山壁上著這種水 從山而下 對 這樣慢慢慢慢下來 到平野 平野這邊兩邊是田要灌溉 他這一條水道大概多少 至少三公尺到五公尺深 整個阿曼谷 這個國家裡面有幾條 有四千五百條這種水道 總長度一萬多公里 所以他就會利用這種水道 走地下的 走平面的 然後還有泉水 泉水三個山管旗下 他裡面的水源就不遺匯 所以他會用兩千五百年前 以前留下先人的一些水池 水之眼去引進剛才講的那個荒原裡面 他到時候就會蓋出那樣 所謂我們講的花果山的一個計畫 那這個花果山計畫 他不只是我們看的水果漂亮而已 他其實裡面還會蓋很多的玻璃屋 他會控制溫度濕度 變溫序 對 變溫序 溫度哪一種花草 需要什麼樣的溫度 什麼樣的濕度 他會遷就這個花草去調整 所以他以後蓋出來 他全世界最漂亮的一座植物園 就會在阿曼 事實 剛剛講到的 這次維多利亞密歷在上海來舉行 很多人的焦點放在 那個跌倒的動作 很多人的說 中間這個場面非常深大 甚至這中間有很多的中國因素 但你看他們的整個一路走來 維多利亞的祕密是委屈求全 百般忍耐 你砍我的人 你把我的人給丟掉 我都必須要接受 包姐 維多利亞的祕密 過去曾經有三次在海外辦 一次在法國的坎城 一次在倫敦 一次在這個巴黎 你知道 當地他到那個地方去的時候 他就說 我要怎樣的規格 請你的當地的廠商配合我 我要怎麼樣的規格 我要怎樣的 這個所謂的我的走秀的流程 你們完全不能夠干涉我 因為我是一個全球矚目的活動 我要按照我的規則 按照我的規矩來 結果這一次 TALO 中國TALO 完全不是這樣 踢到鐵板了 對 我們知道說 基金哈迪不是他們的頭牌嗎 他們的頭牌 結果居然沒辦法去 還不只這樣 凱蒂貝瑞 這一次的美國的小天后 他原本要去那邊演唱 結果他也沒辦法去了 因為中國不要他們 結果你看 在整個表演的場合裡面來說的話 整個表演的元素裡面 全部都是充滿了中國的 青花池的色彩 完全很多人看了就說 這根本就是為了要討好 中國所辦的一場 大型的維多利亞的晚會 而且我們看到 G.G.哈迪的跟凱日配對 他們有道歉 他們曾經發表了公開函 但等於說也是對中國政府 對中國也是低聲下進 希望能夠換取到 中國表演的機會 但不行就是不行 結果他們頭號的這個 G.G.哈迪之前 就一直想要到中國大陸去 那因為G.G.哈迪 在中國大陸網民中心目中就說 封殺他 絕對不讓他來 那為什麼呢 因為主要是G.G.哈迪 他之前拿了一塊佛像的餅乾 在他臉的旁邊 就這張動作 對 做了這個咪咪眼的動作 那就是學佛像的這個動作 讓人家覺得說 他好像在恥笑東方人 這種咪咪眼睛小的 嘲笑東方人 他這樣照片一PO出來之後 PO出來之後 中國網民全面封殺他就說 我們不要讓他來中國大陸 不要讓他來中國大陸表演 等等之類的 對 沒錯 結果沒想到 G.G.哈迪他自己 大概也感覺到說大事不妙 所以他馬上就跟中國網民 他在微博上面 因為傷害別人 令我感到心疼 我要讓你們知道 我絕對想要冒犯任何人 我爭辭的向那些 因為我的言行而受到傷害 或失望的人道歉 我對中國人民 懷有極大的尊重與真愛 我珍惜過往 曾經到中國訪問的點點滴滴 而且還說我也學到 我要謹言盛行 避免引起誤會 他是在微博用中文出來 表示對中國人喊話 但不行 你不能來中國 就是不能來中國 對 而且他一直努力到最後一刻 維多利亞咪咪的官方 還是跟他說不好意思 今年沒有你的名字 他想說真的是失去了一個激發 另外一個就是凱莉貝瑞 凱莉貝瑞 她事實上是美國的天后 小天后過去其實 她也在維多利亞咪咪表演過幾次 她這次本來要主唱的 對 本來要主唱 結果沒想到 因為她來台灣表演的時候 有些行徑讓中國大陸網民也不滿 就說我們絕對要封殺她到底 她也道歉了 對 她也是道歉 她馬上也是這10月多的時候 她還寫了一封信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日期是2017年的10月17號 她還寫到中國 寫到中國去跟大陸的網民 跟中國大陸的道歉 就說我未來會謹遵 維多利亞秘密的這個相關的規則 甚至我會謹言盛行 都道歉了 道歉到目前為止 還是沒有用 沒有用就是沒有用 我不讓你來就是不讓你來 你看 這個道歉的信不再是她的簽名 而且中間都是有中文的 對 沒辦法 還是封殺你 封殺到底 所以就是說 等於說 今天習近平上台之後 中國這個氣味就越來越明顯了 你要來中國賺錢 就按照中國的規矩 而且這一次對維多利亞秘密來說 最不能夠接受是什麼 保證 中國大陸要求什麼 你們要維多利亞秘密 把你們的劇本拿出來給我審 中國官方要審 所以這個 他們審劇本 他們這個最後一刻的時候 幾乎到表演大概前幾個小時 才收到說 好 你的劇本可以通過 你們要什麼 這太誇張了吧 你們要拍的任何鏡頭 都要經過中國官方 他有規定你 你要什麼鏡頭 什麼鏡頭 他們都有規定的 而且你知道 因為我們知道 這種維多利亞秘密的大秀裡面 有很多來自海外的部落客 很多美妝專家 你的名單全部要給我中國大陸 你過去可能有一些 不利於中國大陸言論 我不讓你來 所以有一些部落客 他是沒辦法到中國大陸 去參加這一次維多利亞的秘密 所以不是只有凱莉佩瑞 不是有去Hotwit 連你要去參觀看秀的部落客 我不爽讓你來都不行 對 沒錯 難怪他的製作人說 我是千辛萬苦才到上海的 還不只這樣 寶姐你知道嗎 事實上過去維多利亞秘密 他要標榜就是 我是全球獨一無二的秀 所以他通常沒有什麼 他通常沒有贊助夥伴 我就是維多利亞秘密 我就是老大 我是唯一 我還需要誰來贊助我嗎 但是不好意思 他到中國大陸來的時候 要符合中國大陸的規矩 中國大陸什麼東西都可以賣 冠名犬也可以賣 所以他這次說什麼 你要找一個 中國大陸的合作夥伴 這時候就由我們的OPPO手機 來擔任你的官方的合作夥伴 他以前從來沒有被冠名過 他那次被冠名了 對 所以他就很奇怪 這個是他第一次 有這樣子的一個 跟手機合作廠商的方案 還不只這樣 寶姐 那除了他原本的主辦單位之外 他還找了另外一個就是騰訊 你要跟騰訊 所以等於是說 你到中國來不好意思 你都要配合我們中國的規矩 你要找個手機夥伴 你要找一個這個電視台的合作夥伴 沒有這一套 不好意思 你請你都不要在我們中國做這個打秀 寶姐 說到底的話 維多利亞看的是一個什麼 市場 就是錢 對 因為市場在亞洲 寶姐 你知道嗎 市場如果我們以全球的內衣市場的話 中國大陸現在是全球第一大 他一年的市場是4000億台幣 那美國是第二大 美國你知道市場多少 2000億 只有美國 只有中國市場的二分之一 是喔 但是你知道嗎 就是中國的內衣市場居然達到了4600億 對 但是你知道嗎 在三年後 也就是2020年的時候 他會成長到新台幣一兆 也就是說他跟美國的距離是越拉越看 你在維多利亞秘密的眼中來說 中國市場是一個大金庫 我如果不進去中國大陸市場的話 最近幾年 美國的銷售直線的下火 他要靠的就是中國大陸的市場 如果他能夠在中國大陸市場 打開一片天的話 對他的業績是非常補 所以你在怎麼要求我 你知道我怎麼在委屈求學 你在我們忍到 我都吞了 對 所以我們知道 這一次的維多利亞秘密 他其實如果大家去逛過上海的 維多利亞秘密的旗艦店的話 他其實已經有開始在推出一些 符合中國人身材比例 因為過去 上海的 過去他在亞洲賣得不好 是因為他從來沒有推出 符合亞洲人的版本 但他現在已經開始委屈求學 他要推出符合中國人體型的東西 但是他目前在中國大陸 還是沒有賣得很好 但是他在中國大陸 他會發現到說 有很多東西賣得很好 什麼東西賣得很好 乳液 乳液跟香水賣得很好 那乳液去年光是在中國大陸的話 他們幾個旗店店下來 居然賣了好幾個億的乳液 那香水也是一樣 賣了好幾個億 他們突然赫然發現說 如果未來人類市場也起飛的話 我還賣乳液 賣這個所謂的香水的話 那我根本是賺翻點 好 那大陸上海先生 現在只有維多利亞民 必須要這樣委屈求全 必須要這樣忍耐 必須要這樣接受 還是這已經變成了其他國家 要進到中國的通責了 因為現在對很多的市場 或是對很多的廠商來說 你沒有中國大陸的話 你根本就不可能做到世界第一 我跟大家講 過去的 沒有中國市場 就沒有世界第一 對 沒錯 我們跟他講一個例子 就是汽車市場 保證你知道 過去的汽車市場的話 全世界第一 都是Toyota 豐田 跟美國的通用汽車 在追來追去 可是這幾年 突然有一家公司突然竄起來了 就是福斯 福斯他現在居然變成是全世界 第一大的公司 大家想說怎麼有可能 台灣人大家都看Toyota 沒有人在看福斯 到底為什麼他能夠全世界第一 他們現在是這樣子 Toyota一年大概是賣1000萬台左右 福斯大概是1050萬左右 可是你知道 他為什麼福斯能夠贏在Toyota 就是在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福斯是第一大車廠 它的銷售量有400萬台 Toyota只有100萬台 所以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Toyota沒辦法 在全世界稱霸 他就是撕掉了 中國大陸的這400萬台 如果他能夠在中國大陸 也賣到300萬台 他絕對可以贏過福斯 事實上我們在講 這個中國的汽車產業的話 的確我們又覺得非常心酸 因為過去台灣 一直很想發展汽車產業 但是始終發展不起 但是中國大陸 他從1990年代的時候 才開始扶持這些產業 現在他們已經是全世界 生產汽車的第一強 而且很多汽車廠商 一定被他們詬病 像之前的Volvo Volvo已經被他們的吉利汽車 給詬病 他們現在整個生產 這個數量那麼大 可是保安知道 為什麼他們會那麼有能耐嗎 因為當初你要到 中國大陸設廠的公司 他們有一個規定 你一定要跟我們 中國的汽車廠合作 而且合作的這個標準就是 你要把技術給我們 所以他們必須要把他們的技術 交給他們的這些 這個合作的廠商 而且他們不像台灣 台灣過去合作的時候 這個所謂的日資廠商 或是母廠 他會留一手 他的引擎不給你做 內燃機不給你做 中藥的一些 像離合器不給你做 但是中國 中藥的規定不行 你全部都要分享 雖然福斯汽車非常百般不願意 但是他為了中國大陸的市場 他還是要分享出去 所以現在 中國很多小品牌的車廠 他們就是因為過去學了 學了這些福斯他們這些技術 他們現在有了自己的技術 所以現在反而過來 吞死掉福斯或是TOYOTA的市場 但是看在福斯跟TOYOTA的眼裡的話 當初的魔鬼交易你要不要做 不做的話 現在覺得沒有今天的天地 還有最近的這個波音 波音不是到中國大陸去 這個簽了大訂單嗎 他也是人讓 他必須要把他的這個未來的生產機率 部分放在中國大陸 他以前都不肯的 對 空八也是一樣 所以你就知道說 市場中國大陸 尤其在習近平主政的時代裡面 他的遊戲規則跟過去不一樣 你過去可以走後門 你過去可以利用你的黨政關係 在我們中國轉身 為所欲為 現在不行 現在就是你要我中國的市場 請你按照我們中國人的規矩來 你們要講到的 過去很多因為我有機密 這是我的獨家 我怕被學走 我怕被偷走 我絕對不到中國設廠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波音公司 Airbus去了你去就去 波音就是不去 但現在波音也不得不提頭了 可怕的是當波音去了 當Airbus去了 他竟然就這樣子幫中國建構了 兩個最厲害的航空城 天津跟舟山群道 好 寶姐我們看到這畫面 這畫面是杜拜的航空展的話 剛剛結束了航空展 對 沒錯 這個空八跟波音 兩個飛機在那邊對飛 互相尬 互相的嗆聲 就是說到底我們誰 是全世界賣的最好的航空公司 他們居然在杜拜航空展 第一次在空中尬飛機 對 但是他們拚的這個 雖然在杜拜展開這個尬飛機 但是事實上他們要尬的地方 不是在杜拜 在哪裡 他們真正要尬的是在 中國大陸的市場 因為中國大陸的市場 才是決定勝負的這個關鍵 寶姐你知道 在未來的20年中間 然後中國一共需要多少架飛機 多少飛機 6000架飛機 6000架飛機 因為這個是多島商機 1兆美元的商機 1兆美元的商機 如果你沒有中國大陸的市場的話 你絕對不可能 空八絕對不可能打贏波音 波音也絕對不可能打贏空八 也就是說他們要在 中國大陸趁網 才是真正成為世界龍頭 最重要的關鍵 其實原先幾年的時候 空八遠遠不是波音的影響 對手 但是為什麼 波音在這幾年 空八在這幾年快速崛起 因為空八2008年 他到中國大陸去設廠 結果導致 他到中國大陸天津設廠之後 他在中國大陸的市占率 節節的高升 他只要每一次推出新機 就說不好意思 我們麻煩中國買家 多買一點的時候 他就說空八就宣布說 我們在天津再繼續加碼蓋廠 加碼蓋廠的時候 中國大陸就再簽訂單 你在加碼蓋廠 我就再簽訂單 所以就用這樣的方式 取得中國大陸很多訂單 所以保證你知道嗎 他原本到天津設廠的時候 原本是只有一台 A319的組裝線 他現在A320也去了 A330也去了 他全部的完整的組裝的生產線 全部都到那個地方去了 你說319 320 330都去了 全部都去 他現在還推出380賣得不好 你知道他開出條件是什麼 我們如果中國大陸再多買一點 我們就把A380的組裝線 我們也裝到天津去 請你們買好不好 中國大陸還是會因為這樣買單 所以你知道 完整的空八所有的組裝線 全部都到天津去結合了 而且最近一個消息 空八還準備 把他們海外的創新中心 設立在深圳 前提就是你跟我多買一些飛機 我就到那邊去設 所以就知道說 中國大陸的市場對空八來說 他為了要營求中國大陸的市場 他什麼東西都可以做得出來 而且可怕的是 天津過去跟航空沒有什麼樣的關聯 它過去是一個對外的海口的海港 可是現在當空八進去以後 它是一個最大的空港 它是一個最大的 等於說飛機製造中心了 對 沒錯 事實上天津以前過去的產業 並沒有發展得非常好 但是中共到了後來 把它定位成一個 航太的發展中心 為什麼把它定位成航太發展中心 因為它有一個大型的公司 到那個地方就是空八 空八決定說 我到天津來設廠之後 抱歉 知道嗎 空八到那個地方 去設立的是什麼 全線的組裝 全線組裝是什麼意思 它把很多零組件 從海外運送到天津 從天津一塊一塊 把它拼奏起來 這個過去 空八從來沒有在海外 做過這件事 為什麼 因為飛機在組裝的過程中間 是最高機密 它怎麼組裝中間那些塗料 什麼東西 那些技術含量非常高 就沒想到他願意把這個東西 弄到中國大陸去 抱歉 因為你是把全球的零件 運到這個地方 所以我需要零件的時候 我必須要跟當地調零件 所以很多廠商 跟著他到那個地方去了 也就不是空八來了 空八的零件商也必須要進來了 什麼鐵釘的公司 桌椅子的公司 什麼全部供應鏈 都到那個地方去 供應鏈到那個地方去 因為中國大陸就開始學習 他們的能力 所以中國也是從不到有 也是幾十年的時間 他就可以自己自我飛機了 他們7919 2009年才開始說 宣布要發展這個研發 你看到今年就發展出來 而且你看幾年的時間 就已經可以跟空八 跟波音來尬 那空八知不知道 他們中國會這樣發展 知道 早就知道 但是我也沒有辦法 他們必須要做出這樣的妥協 現在連波音都來了 對 這個一樣 現在波音也必須要這樣做 保證人家 波音一開始的時候 2014年的時候 2015年 習近平去那邊訪問的時候 簽了300架 300架的時候 第一個 那時候波音的條件就是說 好 我們過去 我們從來沒有在美國海外的市場 美國以外的市場設立生產線 但是我們到舟山群島 我們來設一個叫做 這個飛機的交付中心 在這個地方設想 交付中心 保證人家 交付中心跟整車的組裝 是不一樣的 它是整個飛機已經組裝好的時候 飛到這個地方來 它在那邊交貨 交貨什麼 交什麼 它把這個椅子裝上去 把這個影音設備裝上去 就是做後段後段的這個技術 那這個技術 已經讓這個周三群島 從原本也是一個默默無穩的地方 現在變成是 那些領主建廠商已經開始生產 已經出來 但是今年不是川普去那個地方訪問 去美國 中國大陸訪問嗎 訂單之後 它有一個波音有一個條件 跟中國大陸達成協議 就是說未來我不只是 只有交付中心 不是交付中心了 不是拿這邊交貨而已 我的整機組裝 也要到這個地方來 跟Airbus一樣 它是跟Airbus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看到 天津已經有一個航空城出現 未來在浙江這個地方 周三群島 也會出現另外一個航空城 那你看他們幾年之內 就已經把台灣 沒辦法做到的航空城 就已經完全成形 所以就知道說 中國的市場到底是有多迷人 沒有想到台灣人有十一個人在印尼被判死刑了 四個人被隔壁在街上 有三十多個人還在後面等著 有人想說 今天到了印尼去坐牢 甚至到中國大陸去坐牢 會讓你身不如死 印尼的建立太可怕了 2015年的時候 我們有14個詐騙犯 從那邊遣返回來 保健他們只關了四個月 裡面有好幾個人 四個月暴瘦20公斤 所以他們一進來 四個月瘦20公斤 他們一進來之後 看到我們整個機場警察 給他們一碗滷肉飯 當場流下淚來 那個是他們吃到 最好吃的天上的食物 這麼慘嗎 為什麼 他們才講 他們在印尼一住進去之後 印尼的監獄 對於這些毒販是非常狠的 只給他們每天三餐一個米飯 反正米飯叫做米飯 不是白米飯 沒有菜 沒有湯 就是個米飯 米飯裡面還有石頭 還有梨沙 還有各種的骨湯 你每天就給我吃這一個 然後他們就吃整支食不下夜 然後喝的水 還有洗澡水 就是直接的黃藜水 所以他們印尼的監獄 也是有名的集體逃亡的一個監獄 就因為人太多了 太苦了 有機會就逃 你說不但吃得很爛 而且非常擁擠 非常擁擠 所以保安 這個是在 蘇門達蠟的一個 在今年5月8號的時候 他們裡面帶去清真寺 因為他們很多是回教徒 去清真寺要做禮拜的時候 看到有個縫隙 就推開側門直接衝出來 一下就沒有 剛好被拍到 從監獄裡面 從那側門一直衝出來 一下子衝出了358個 他們實在太苦了 所以趕快要逃命 所以我拼命衝了出來 為什麼他們受不了 因為保潔剛剛講說 吃了少苦以外還擁擠 那個監獄本來只有700個船位 人放700個人 印尼在那邊 誰有多少人 1850幾個 所以他們都全部擠在裡面 受不了了 痛苦了要死 可是到了大陸去 中國怎麼樣 更慘 大概會為老先摔 我們有一個姓陳的人 在大陸那邊 保潔姐 你看到沒有 他在關進去的時候 是非常年輕的 才20幾歲 關了快約10年之後 回到台灣的時候 說才30幾歲 對 已經是 老的是一個不到40歲 已經變成是未老先摔 為什麼 那在整個中國大陸更苦 苦在哪裡 他當時也是去那邊 就是涉及的一些賭物 被關進去了 關進去之後 保潔姐 他一餐只有一碗飯 一個熱湯 然後而且要你自己付錢去買 而且在中國做監獄裡面 在每個監獄裡面 20幾個人關在裡面 裡面是有階級的 有叫做房頭 師爺和打手 一路排下來 你醉菜的 不止是獄族會修理你 其實這些人 每天也會修理你 而修理你是怎麼修理 他們有一些酷刑叫做坐飛機 坐飛機 坐飛機是怎麼樣 就是人進去之後 他們是一個整個牢房 大概都是民國時代留下來的 非常小 非常窄 然後最裡面是蹲式的馬桶 然後就把你拉過去 拉過去之後 頭靠著廁所旁邊 馬桶旁邊的一個牆 頭要頂著牆 往下壓 往下壓 然後身體半蹲 屁股翹高 手給我伸直 就這樣子壓著 然後壓著就叫做飛機 然後坐飛機之後 就開始要考你地理知識 你這個飛機現在飛到哪邊 飛到北京 然後你接下來要飛到哪邊 我飛到了西安 他要去談那些距離知識 如果談不好的時候 那個牢頭就用手肘 直接的打 打他的後面的肋骨 就直接這樣子打 打的話你答錯了 我就打你一下 我答錯了就把你打一下 然後你就是這樣子 他們說十分鐘之後 你其實不用打 你頭已經這樣子一直滴 腦都在那邊沖血了 都已經快昏了 就背後還要這樣子被打 每天就這樣照三餐打 或者是打到你背後 已經有瘀青了 已經看你撐不住了 他就開始用膝蓋 敲你的兩個大腿內側 一直敲一直敲 然後如果說外面有人巡防說 他怎麼了 他自己撞到了 就這樣子打 這個是坐飛機的酷刑 好 方老師我們這一場的就是 原來有一個天外飛仙 他從一個非常怪的角度 進到了太陽系 離地球非常近這樣子 插邊而過 可是沒有想到 他竟然是長得像雪茄狀的行星 保健 這個真是你說的天外飛仙 你看 長得這個樣子 其實這顆東西我們在10月下降的時候 這就是天外飛仙長的樣子 對 我們已經講過了 但是只是一個小的小行星 而且它的特色就是從太陽系外面飛進來的 可是11月20號 這個美國的地外研究中心 你看 就是這個地外研究中心 看到沒有 11月20號 昨天Post一個消息 那個小行星長得是這個樣子 他英文就那個Dazels 就是很又驚又喜 為什麼 驚的是什麼 發現了好東西了 對 小行星不應該長這個樣子嗎 對 而且它從太陽系外面進來 對 怎麼會像 你看 這個長度 保健 這個長度是 我們看一個影片好了 長度呢 400米 這個如果算有直徑的話呢 40米 所以10比1 這種東西到現在為止 發現小行星為止 最多就是3比1 它都是10比1 像一個棍子裝 第一個像棍子一樣 第二個呢 它這個顏色 因為這個看不太清楚 這個是畫出來的 是Reddish 是紅色 帶紅色 而且發光 金屬的光澤 金屬光澤 紅色的 但是他也不敢說金屬光澤 他說又有岩石的成分 因為你小行星嘛 你怎麼可能 那一講到金屬 那顯然就是有問題了 對不對 所以現在這個10月份進來 我們看影片 10月份進來以後呢 到了10年底 慢慢慢慢 今年的10月25號 它已經飛出太陽系 我們的黃道面了 已經往上走了 大概今年年 明年就要離開太陽系 所以說 這個就是 這個剛剛說的 近地小行星 近地探測中心的主任 這個是屬於JPL下面的一個單位 屬於NASA 然後這是他的一個Program的Manager 然後在這個效果之下 他這麼興奮的 他肯定是這麼興奮的 你看 非常興奮 你看他這樣軌道進來 然後這個上去的角度是20度 進來大概是25到28公里每秒 走的時候43公里每秒 保健 7.9公里每秒 你達到這個速度就可以繞地球 當衛星了 它是25 這麼快 是4倍的樣子 所以表示說 這個他就說 這個是Reddish 他說這個是Reddish 就是紅色 有點帶紅色的光澤 所以表示這個東西很特殊 你看顯露出來 這個東西是一個安安優秀 不平常的形狀 你看現在它每七個小時轉一次 每七個小時轉一次 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根據雷達 到目前觀察到的 現在11月底 哈勃網友已經要上陣了 所以說過段時間會發布 現在特別去觀察 哈勃有兩個網友 不止一個 全世界太空地面 大的網友全部去看了 剛剛那個是已經看出來了 但是還不夠看 所以說他又繼續講 他說這個東西實際上 他所發現的效果很優秀 而且他的年齡非常的大 可以是幾千萬年 幾百萬年不知道 不曉得這個什麼時間 所以說現在很詭異 而且它的光度很亮很暗 很亮很暗 大概有一到十倍之久 它怎麼會有亮暗的問題 因為它是旋轉 因為它會旋轉 它會反光 它會反光 所以他就說這個很奇怪的東西 不知道怎麼樣形容 而且它的特色呢 基本上以前也沒有過 你看 你看那角度很怪 二十八度 二十度 這個是二十度 它出來就是二十度 所以表示說這顆東西 它從太陽系外進來 然後出去 第一個還有是一個雙曲線 雙曲線 所以說他們就沒什麼人管 一小一 雙曲線的能量很大 不可能打到地球 所以這個東西呢 他說是夏威夷的天文台 看到了 看到然後轉給其他天文台 就是看到 然後再交給這個 JPL的近地物體研究中心 然後現在把它的東西 所以在十一月二十號 PO出來說這個東西 非常怪異 所以本來有些說 不會打到地球 不會打到地球 讓它過去就帥了 沒有想到 去了解它的形狀之後 知道長成這個樣子 不得了了 長成這個樣子 而且這個樣子呢 它最後是2018年的五月 穿過木星的軌道 2019年 從土星軌道裡面 飛出太陽系 飛到 飛馬 它可以飛出去了 你可以看這個就是它的光度的變化 從22一直跳跳跳跳跳 這樣跳下來 最後到下面到26 大概將近快要十倍的樣子 而且你看它每7.3小時自轉一圈 所以表示說它的特色呢 已經完全表現在上面 所以這個藝術家畫了這張圖 然後真正的圖形 我覺得必須要到差不多明年的時候 整個哈勃畫已經看到以後 我們才能夠了解這一顆奇怪的小一星的特色 它特色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它這個這種10比1的長度 簡直不可思議 可能比雪價還要長一點 第二個呢 金屬 它本身是帶金屬 而且是帶紅色 紅色 所以這三個特色 11月20號 美國的JPR的境地探測中心 就把我剛剛講出來就PO上網 那這個PO上網以後 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 它PO上網以後 實際上它所看到的東西 基本上來講 除了你看這種它背景來講 看起來就像紅色的一樣 而11月20號就是昨天 所以這是很快的新聞 但是這個後面所代表的訊息就是說 已經有兩個大的網民要去看了 所以表示說這個小行星的出現 我們以前只知道它是從太陽系外面來的 現在發現不簡單 這個裡面還有很多其他的東西 等待我們的科學家去探討 好 那算了 挪威不但是海上有最巨大的漩渦 它天上也有漩渦 被認為地球第一個新聞就在這個 是 挪威那個天上漩渦是非常詭異的 它是在2009年12月9號的時候 寶傑 你看 這個當時就是說在挪威 突然有一套藍光 直接的從山那邊 山後面打向天際 打向天際之後 然後停了下來 停了下來之後 開始那個藍光 地形頓的那個點開始往外化 往外化 就形成了一個螺旋狀的一個MOTES出來 然後MOTES出來之後 那個東西到現在為止 沒有人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就直接打上去 然後人家講說這個是不是可能就是 新門被打開了 以後人家就是打了上去 然後俄羅斯也說他們沒有實射飛彈 飛彈的飛法也不是這個狀況 所以挪威這個新門出來之後 最神秘的2010年11月14號 雅丁灣新門事件也就出現了 雅丁灣新門事件是什麼 那一年在那個11月4號的時候 在上午11點突然之間 在那個地方封了一個6.3級的一個地震 可保證奇特的是說 那個海底下沒有任何的斷層 沒有任何的板塊 突然出了一個地震 而且在短短一個小時之內 62次的餘震 而每個餘震都非常均勻的 都是4.0級左右 然後更奇特的是周圍的陸地 周圍的各個國家都沒有偵測到 而NASA還有NOMA 還發現說那裡面海上 就跟我們那個311大地震 或是那個紐西蘭的大地震一樣 海上就出現了一個漩渦 而這個漩渦就這樣轉著 然後只要發現所有的陣央 所有的旋風 磁場的異常 都是在那個漩渦下面的 漆禮的地方 一個點 所以很奇特 到底是什麼東西 怎麼會有這個地震 怎麼是完全在那個 整個地震圈 不知道 而各方面更奇特的是 美國的第五艦隊 航空母艦就直接開過去了 帶著這艦隊 美國就經過一個 航空母艦作戰群就過去了 還不止如此 義大利 加拿大 英國什麼的 甚至中國 馬來西亞 全來了 21個國家 印度 全部都派了軍艦通通過去 有什麼重要事情 有這麼多國家來 所以大家不知道說為什麼 因為他說要去打亞丁灣的海盜 索馬利亞海盜 他們是用那個小船的 根本不需要你出動這個 幾乎是大軍艦 然後更奇特的是 在那後面 其實在那之前就已經有一個 叫做亞倫麥克勒姆的人 他就出了一個影片 他就講說 他曾經參加過一個奇特的新門計畫 星空之門計畫 他好像已經 他在最後記憶有點被洗掉 就是你看後面那個人 他是一個海軍的中校 他從小三歲的時候 就去加入了一個 美國第三代心靈戰士計畫 然後就在蒙托克那邊 做一個心靈的訓練 後來就在波多黎克那邊 練習跟海豚做一個溝通 然後在2010年的時候 他的10月8號就調到亞丁灣 那個地方 然後他其實在這個新聞事情 還沒有傳出來之前 他也傳出來說 就在那邊 七海底 七里的地方 曾經做個試驗 出現一個漩渦 然後他們就有些人 透過那個心靈的感應 可以到達某數星去 所以就跟這新門事件 結合在一起了 我們新宿空軍基地 今天進行了飛行表演 很多人覺得表演得非常好 可以你知道嗎 我們的飛行技術 當然來自美國 可以你知道 美國最有名訓練 外國飛行員的是陸克基地 可是陸克基地 第一支宣傳影片 第一支向全世界 你也宣誓說 我們陸克基地 交得非常好 外國的飛行員來到這邊 我們都可以調教到 是世界一等一的水準 他竟然是用中華民國空軍 來做典範 對大家看這個影片是民國是76年前 美國陸克基地第一支對全世界的宣傳影片到我這邊來受訓 結果居然不是美國人用的是中華民國的空軍在那邊受訓的影片 坐上訓的影片 他們手上拿了 剛才都是中華民國空軍 都你爸的學長 對 而且他們是空軍官要12期的 他們每個人剛才一開始手上拿個紙條在那邊吹 你知道為什麼吹 為什麼吹 要叫他們英文 people 拍了 那個p要發出聲音來 所以手上小紙條要會動的 真的假的 真的 好 然後 這是他們在練炸射 我告訴你 他們炸射成績 第一名 比美國人還厲害 因為你要很準的炸下面那個鈕 它從上面過去的時候 你按下去 啪 要打到它 這是炸射訓練的機器 好 開得最難 你知道美國人嚇得一大跳 為什麼嚇得一大跳 因為那時候聯絡通信不方便 你要做編隊飛行很難 要目視 結果 美國人開起來上下不一 前後不一 你說剛飛的飛行員 結果 因為你要六架飛機 做一個平行飛很難 對 結果我們 編隊飛行 我們官校射擊 而且作戰編隊 是要炸射的 結果我們一出去 編隊 好的不得了 你看 你看 這是作戰隊型 是 六架編隊之後 一架一架 啪 這只是學員而已 這是學員而已 你看 六架編隊 這是戰鬥隊型 這不是演練戰型 這是真的要經過這個地方 每一個要穿越這個目標區 是 準確無比 這是標靶區 我告訴你 更厲害是炸射 然後地面上有標靶 它炸射成績百分之百 每一個 你看六架對不對 同時炸射 下面有六個靶 結果美國人的影片一拍 我們是蠻把 低空 你看 全部都打到把上進去 一個都沒有咪死 六個把 啪啪啪 因為它只一臉串過去 對 都剛好從把中間這樣 這樣穿過去 美國人傻作 而且你看 在1941年 可以做這樣子的編隊 是 這麼穩 而且這是戰鬥隊型的編隊 你隨時 你要左 你要右 你要怎麼打敵軍 結果美國人想到 這是學員 你知道嗎 你看 你看這個炸射 是 夜間炸射 美的不得了 我們還會夜間炸射 所以美國人 就這是美國人 到全世界去招生的影片 因為我們剛才講到了 陸克基地是美國 作為一個基地 來訓練全世界的飛行員 對 他訓練飛行員發現 中華民國的飛行員 被我訓練得這麼高水準 對 所以就用他們來作為典範 後來我告訴你 當我們的中華飛行員 到街上去的時候 是 以前人家都 呸 都種族歧視 全部都立正敬禮 真的假的 對他們敬禮 只有我們黃總人 在這個那地方 受到無比的尊敬 所有人都大字幕子說 飛行天才 所以他們剛離開的時候 還有人對他們歡迎 不不不 歡送他們 第一個 所以他們飛行 所以他們在那邊 受到無比的重視 這第一點 這是有正式報告寫 第二點 有一個中華民國 最好的友人 高華德參議員 高華德 當時這個1911年11月的時候 高華德在那邊當中衛訓練官 所以他第一次接觸到中華民國的軍人 他大吃一驚 怎麼會這麼厲害 從此他變成中華民國最好的自由友人 他是因為這樣跟中華民國關係這麼好 對 你知道 這訓練官員播出來以後 吸引了多少人 外國飛行員到這邊來 多少 超過一萬兩千人 這一萬兩千人都總指教官 是 這回去還有訓練當地的 所以這一萬兩千人 這四年是因為一萬兩千人 就是他們看到 怎麼連 台灣的飛行員 這飛行員可以飛得這麼好 在那邊訓練 所以他們全都跑來訓練了 好 所以這是一個傳統 以前1941年 你說從那個時候 對 一直到現在 中華民國的飛行員 送到陸克基地沒有間斷過 但是明年可能是要間斷的一年 為什麼 因為陸克基地現在全部換裝F35 對 所以陸克基地 我們沒有F35了 陸克基地現在變成F35的專職訓練基地 那我們是F16 所以我們明年 我們本來要送53個中國教官去的 53個 53個 對 已經好 要花將近兩億新台幣送他們去 但現在跟美國講 美國做我們現在教官全是F35的 所以你要不要去 好 那請問 我們現在看到在新竹空軍軍地 那個飛行 他們講古巴巴治 而且在空中要承受酒機的壓力 今天我們有這樣的表現 也都是因為 這些種子教官都是送到美國受信 大家一定要知道 古巴巴治跟酒機轉彎 是全世界最高難度的飛行技術 今天居然在空軍飛行基地 在大眾的國人面前展示出來 古巴巴治很難嗎 很難 注意看 古巴巴是一個橫躺的巴治 不是一個直八治 直八治好飛 為什麼 如果是直八治的話 你只有一個地方是倒飛的 只有這裡是倒飛的 其他都不是倒飛的 但是你橫八治 你有兩段倒飛 而且倒飛的錯 今天厲害在什麼地方 古巴巴第一個很難之外 第二個 因為它要轉彎 倒飛轉彎的時候有離心力 第二個 它還滾筒 還要翻滾 那你又翻滾 又轉彎 這時候機力會達到九機 九機很可怕嗎 九機非常可怕 像你劉寶傑能夠忍受極限 三機 我大概兩機受不了 三機 三機是你的極限 因此我告訴你 你看它這個轉彎 我們今天不但有滾筒 這個旋轉下降 看到沒有 旋轉下降機力也是最高的 旋轉下降跟圓筒轉彎的機力都最高 因為它的離心力很重 好 今天什麼叫九機 就是你承受的那個壓力的重量 離心力 重力加速度 是你體重的九倍 你這幫你體重九倍壓上去是什麼感覺 他們說 如果是正常人 第一個 看到全部是紅色的 紅色 為什麼看到紅色 因為你的眼睛全部沖血了 全部沖 眼膜全部沖血之後 視覺全部紅色 紅色之後 你開始昏迷 開始暈眩 最後 窒息死亡 那受過九機訓練的人 你能夠抗九機的時候 我告訴你 第一個 你的肌肉全部都被壓扁了 第二個 他們說 空心飛行員跟我說 五臟六腑感覺像一片紙一樣 你不是一個立體的 你覺得你五臟六腑全被壓扁了 第三個 一定會發生 不自覺的流眼淚 因為那沒辦法 就是你的眼睛雖然不會紅掉 但你的眼淚一定不能控制 就一支流 所以五機第四個 呼吸非常困難 因為你想看 你九倍你身體的重量 壓在你身上 你整個肌肉前心貼後背 怎麼呼吸 那就是會窒息而死 所以今天我們飛行員 在這麼高難度的動作之下 注意喔 螺旋下降跟圓拱轉彎 是離心力最大的 是重力機力最大的 而在這種九機之下 你還做這麼高難的動作 還飛出古巴的巴志來 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 所以我們空軍從古到現在 全都是一流的 好 那創下 現在沒想到美國的第七艦隊 又出事了 而且他現在有一個出事報告 很妙是 他們竟然不會面對那時候 當有個船慢慢靠近你 撞上你的時候 他們竟然不知道該怎麼辦 是的 這個就是美國現在 最強的18艘軍艦裡面的 本德福號 抱歉 他又出事了 他今天已經第五狀了 而且這一狀是最奇怪的 是因為什麼 他從巷摩這邊出來 要去參加美日軍演的時候 不是三艘航空母艦 正在日本海那邊軍演嗎 他又過去的時候 結果寶傑有一艘日本的 商業拖船 故障了 已經沒有動力了 就在海上那邊飄飄飄飄 所以這樣一艘沒有動力的船 沒想到這個 美國最強的之一的本德福號 竟然閃不過 直接的被在拖船 直接從他側邊 就直接給撞了下去 這個船很厲害嗎 他是 美國現在他是伯克級的 而每個伯克級裡面 挑了18艘是加了全方位 全天后的飛彈防禦系統 所以任何的飛彈過來 他都擋得到 他都偵察得到 你擋得了飛彈 擋不了拖船 結果沒想到說 而且他現在要去參加軍演 所以他所有的系統都是打開來的 沒有想到一個拖船 而且是失去了動力的拖船 在海上就直接的從你的側邊 直接的撞了下去了 為什麼不能處理呢 結果美國才發現說 原來美國你的武器雖然厲害 但是你的軍隊的訓練大有問題 說什麼問題 美國今年已經撞了五次了 然後其中有在跟韓國撞 跟菲律賓撞 在馬六甲海峽那邊撞 他們11月1號報告出來說 真正的問題出在的是 他們沒有在海上 閃躲其他船隻 來對撞的一個標準的操練 他們都不會這個操練了 因為他們武器很先進 所以他們阿兵哥都很覺得說 這個都交給武器去處理了 結果有一艘船來的時候 他們看到的時候 他們幾乎是沒有標準動作 所以就讓任何的船 給人家直接的撞了過來 對他們來講 我可以把這個船給摧毀掉 我可以把這個船給騎乘掉 可是我如果不騎乘它 它靠過來我是一點辦法都沒有 是的 其實包含我們現在的小魚船 在海上其實船要鑽床是不容易 可是才是很多時候 因為浪會推著你船走 所以就算我們的漁船大型一點的 所有的船隻上面都有防撞雷達 所以你一定會看得到 有一個船已經要飄過來了 靠過你的 靠過來了 所以這個時候 你要做什麼操演 不是像他們一樣 就在那邊待著 那邊看 然後只在那邊轉船舵 他們只會待著看 只會轉船舵 保險 你看這個 是在南海這邊有一艘貨漁船 實際上撞到了中國的一艘軍艦 你看他們那個真正的操演 其實這是基本的一個 不用高科技的操演 看到了 要過來了 所以這個船又有慣性 大船是很難轉彎的 所以你看他們左板舵 轉彎以後發現閃不過 閃不過之後他們下一個動作 已經是做肩毛繩 直接的拋錨 直接下毛 因為下毛之後你有個定點 所以你的船就不會被浪 推著這樣子一直往前衝 所以他們就是下一個動作 就是拋錨 拋錨之後 動二零三 左瞻轉右 所以你是抓著一個定點之後 你的船才可以跟著去閃躲 所以你自己繞圈圈 你自己可以繞圈圈 可是如果說你沒有去下的 就懂得記得 這個拋錨的最原始的一個動作 你就會跟著那個船一樣 那浪會推著你走 所以慣性就會讓你們兩個人 隨著浪把你拉拉拉直接撞在一起 所以說美國的報告 居然告訴我們說 因為他們的設備太先進了 設備太先進 對這首最簡單的防撞軍人有問題 所以他們當時 所以就因為這五艘裡面 被撞的過程中 沒有一艘有拋錨的動作 沒有一艘有緊急閃躲讓我定下來 不隨著水浪漂流 然後一眼被撞的一個動作 所以才發現說原來美軍他們真正的問題 是訓練操演的基本動作都不會了